雪白山药加上小黄瓜和红萝卜 红红绿绿的配色光看就清凉消暑 而且不只生吃 山药还能和排骨一起炖煮 在天冷的时候滋养身体 提到山药可以有千千万万种做法 再加上它热量低 营养价值又高 是不少人喜欢的养生食材 为了替农民提升品质和产量 让它能汉进口的日本山药比拼 桃园农改厂决定要替台湾山药 培育新品种 我们是野外种带回来当种源 然后经过杂交 然后来育成一个桃园五号 实际来到桃园农改厂 位在新竹县新浦的工作站 站长掀开的防草席下方 扎实的土壤里头 就是桃园农改厂 从野外带回来的基隆山药原生种 他们称这种做法为驯化 也就是把那些在野外自然成长的 原生种山药带回来人工种植 在层中挑出口味较好的 副本和产量较高的母本来杂交 培育出桃园五号金峰山药 好一山来挖起来 这样就一根山药出来了 公才利和他的工作伙伴 小心翼翼的把泥土里的山药挖出来 他说一般山药都会种植在塑胶管子里 就是希望它长得又直又好 像他手上的金峰山药 就可以达到一米甚至一米以上的长度 重量也比过去的山药来得更重 这就等于产量也会更高 为了证实新品种比过去更优质 桃园农改厂实际把金峰 拿来和日本山药同类的花莲三号山药比一比 结果发现桃园五号金峰 不管是色泽香气风味口感都赢过花莲三号 就连食用山药时注重的粘度和机能性成分胆减 都比花莲三号来得好 其中金峰的粘度更比花莲三号高出19.8% 简单来说如果选用金峰来炖汤 会更Q更弹口感更好 而且不只能煮咸汤煮成甜汤也很适合 更重要的是金峰的外形平直整齐 直径也更大 不但方便料理产量也比花莲三号高出17.1% 可以大大提升农民收益 也让更多农民可以加入山药种植的行列 这好吃的山药其实目前也局限在 我们的新北市的新北三宝 就是双溪共鸟平溪三支这一块 一些其他地区就比较少人种 也比较没有种的话 通常就比较不能享受这么好吃的山药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些产区以外 能够推广更大的面积 那我们目前看起来 我们现在想在新竹县 它的那个整个地理环境 整个环境都还不错 那我们也从新普出发 希望新普打造新普 他们一个新的产业 希望能够在农民市场直接就销售 这样子可以农民赚得更多 但要培育出金风这样的新品种 相当不容易 负责这项培育计划 人称山药达人的公彩利说 他从民国81年开始 每一次出差都会在当地多请几天特休 利用休假时间跑遍各地的山区 为的就是要寻找优质的野生原生种山药 找到之后 他再把这些原生种山药 带回农改场种植 光是过去30年来 他就带回高达99个原生种山药 而这99个山药 在他一一驯化种植 反复的选拔之后 才终于找出优质的植株 但就在2012年 找出适合的杂交植株后 他又花了足足10年才成功 我们遇到了比较会比较耗时间的事 因为它杂交下来的时候 它会结种子 那种子是小小的一粒种子而已 它要再变成可以种的种鼠去做试验 可能比一般直接切种鼠的 还要多了一两年 通常来说一个山药新品种 需要7到8年就可以培育出来 但金风又多花了公彩力两年 等于耗时10年才成功 但还好金风没有让它漏气 不但成为国内第一个 从台湾特有原生种 基隆山药杂交而成的山药新品种 在口感的各项测试上 也高居各品种之冠 目前公彩力正在替金风 申请我国的植物品种权 预计取得之后 就可以透过技术转移 推广给更多农民一起来栽培 这其中也许就包含 新北市双溪 也就是基隆山药的重要产地 白云 隐隐 绿水 依依 群山环绕的新北市双溪区 靠着好山好水 孕育出优质的台湾原生种 基隆山药 这种基隆山药是百分之百 台湾特有种 适合生长在雨水多 排水良好的土壤上 因此包含双溪 贡辽 平溪及三只都有它的身影 每年的农历年后 就是最适合基隆山药播种的日子 那这个线是一个基准 就是我们到时候馆埋起来才会植 植以后我们培主机 才会打到那个馆子 准备要种植山药前 人称山药狼的叶骏狼 已经在田里挖出一个又一个的勾洗 接着在田的两端插棍子拉起红线 这条红线是种植基准线 有了它稍后才能够精准埋管 一根一根塑胶制成的导管 瞄准位置后 以25到30度左右的斜度 插进土壤里 以培土机翻过土壤之后 叶骏狼先是撒肥料 又再次翻土 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才是正式的播种工作 它这个山药它是一年生 它现在这个雅典 起来就会长一根山药出来 这个母猪它会烂掉或干掉 它会吸收养分起来 供应这个新的薯块出来 不是说这条又继续回来 这条不可能就继续回来 土壤拨开买一下山药的母猪 让雅典能够在导管里生长 这么一来山药的播种工作 就算是完成了 台湾还没有用导管下去种的时候 是很难吃到这个山药 因为都是在山上 除了野生山猪 它想吃以外人也会去 但是人它是一种用铁锹 打成这个半圆形 慢慢去锹 因为山药它长度你看 这个管子有120公分 如果说野生要挖130 它是垂直长下去的 如果说原生你要挖120公分下去的话 那个真的是很难 一天挖不到十胎菌 但就算有了导管种植技术 这样的人工栽培方式 还是有一定的门槛 一方面因为山药是藤蔓植物 需要有物体可以攀爬 所以还得架设棚架及篱笆 篱笆上的叶片也要小心 别被害虫叮咬 以免影响到山药的营养吸收 除此之外为了避免病虫害 种植山药的土地也必须要轮坐 也就是今年种完之后 要先种植其他作物或暂时休耕 隔至少一年才可以再种植山药 就是因为种植技术高 一年一收的产量又低 让不少人忘之却步 双溪这边也是人口老化一个很严重的乡镇 高一点因为这个产业真的是地方的一个特色 我也很至少说别的地方吃不到我们这边的山药的品质 所以说渐渐有一些65岁退休以后的在地居民慢慢搬回来 如果说他们有土地或是政府推的那个大地主小电容 他们都可以种 地均狼除了是产销班的班长 本身也是双溪区三港里的里长 过去二三十年来一直致力于地方经营 他说基隆山药是双溪得天独厚的农产品 也是地方特色 和进口的日本山药相比 基隆山药够Q弹 不管是凉拌煮汤或是甜食都很适合 但日本山药因为粘度不足 只适合做凉拌菜生吃食用 相比之下原生种的基隆山药 更接近台湾人的饮食习惯 他也希望有了政策鼓励 加上未来有新品种的技术转移 可以吸引更多人加入山药种植的行列 让这种台湾独有的好味道和健康食材 推广给更多农民 也约上更多台湾人的餐桌